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好 我是鱼记太太 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歌后关菊英曾经为了初恋不要孩子 谁曾想遭到初恋的背叛 被伤透了心的歌后选择与同性共度一生 曾携同性命友现身聚会 两人同居多年 歌后无意再婚 前些年歌后被抱入院咽骨髓 其同性命友贴身护花 纵横娱乐圈50年 现年63岁的关菊英 前些年凭剧集《唐星风暴》《西气一绝》 兼金曲《讲不出声》再创事业高峰 自从2018年跟《唐星班底》公演舞台剧秘密后 一直深居简出 与其口中机灵 心地好 相较于10年的密友周伟丽更是相处愉快 最近一次公开演出已是2018年12月 关菊英跟陈展鹏及胡诺岩在吉隆坡云顶开演唱会 他曾透露完成舞台剧后会暂停拍剧 享受人生 2019年有爆料称 2018年底 长木及关菊英出入医院 更指他曾抽取骨髓做检验 当时记者随即联络关菊英求证 关菊英也是大方承认 因为发觉自己身体有少许问题 所以去做了一下检查 最后结果显示身体并没有太大问题 记者拍到关菊英和周伟丽两人乘车到中环 并步行到诊所邻里的大厦看医生 沿途面对记者的提问 包括是否身体不适 常出入医院等问题 戴口罩的关菊英依然气定神闲 与周伟丽一样有默契的面露微笑 为未做回应 周伟丽刻意行前护花 相当贴心 当记者祝福身体健康时 关菊英立刻点头兼抱一微笑 步履轻盈踏入大厦 保安电状立即主动上前护驾 曾扬言现在过贯退休生活 闲时与亲朋相聚或去旅行的关菊英 虽然常与周伟丽有影结霜 但并非经常黏在一起 关菊英出生于香港 她的家庭就是普通人家 不是大富大贵之家 反而很贫困 就靠父母来养活一家人 所以从小关菊英也是非常懂事 懂事的关菊英在父母忙工作时 就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 除了照顾弟弟妹妹外 关菊英还有着一副好嗓子 而这副好嗓子也给关菊英带来了好运 好运的关菊英在14岁时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 靠着这个比赛 关菊英顺利地进军歌坛 进入歌坛的关菊英开始了歌唱生涯 她一开始是作为代唱出现的 虽然工作是代唱 但是关菊英却没有敷衍了事 而是兢兢业业的 在此之后 靠着自己的敬业态度 关菊英终于被发掘了 被发掘出来的关菊英开始演唱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歌曲 靠着这些影视剧歌曲 关菊英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事业发展起来后 关菊英迎来了事业重要的转折点 在影视剧歌曲上有着好基础的关菊英 获得了演唱电视剧《狂潮主题曲》的机会 这个机会让她成功走红 随着关菊英的演唱 《狂潮》不断传遍了大街小巷 就连关菊英也靠着这首歌大获成功 一跃成为知名歌手 走红的关菊英之后又凭借着两首歌曲 成为了歌坛的一线歌手 成为一线歌手的关菊英 事业也是达到了巅峰 但是事业上辉煌的关菊英 却在感情上遭遇了不幸 因为初恋的要求她失去了孩子 但之后她依旧是遭遇了背叛 关菊英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简单 虽然感情简单 但却很坎坷 关菊英在14岁时遇到了自己的丈夫李小田 李小田大 关菊英12岁 除了年龄外 李小田还有不小的人格魅力 而正是李小田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关菊英 被吸引的关菊英收到了不少李小田的情书 在情书和人格魅力的作用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后两人也顺理成章地同居到了一起 虽然两人走到了一起 但关菊英没有拴住李小田 李小田依然是风流才子 并且心里住着一个薛家印 而关菊英在面对男友的这些花边新闻只能忍耐 忍耐下来的关菊英怀孕了 在知道自己怀孕后 关菊英也没有想太多 而是为李小田考虑 于是关菊英去医院阻止孩子来到世上 而为了李小田忍辱 还阻止孩子来到世上的关菊英 也终于打动了李小田 在恋爱了十年后 两人结婚了 但是在结婚后 李小田却没有安稳下来 依然风流 对于丈夫的风流 关菊英继续忍耐 但是没想到的是 丈夫居然把小三带回家 还被提前下班的关菊英看到了 终于 关菊英忍耐不下去了 选择和丈夫李小田离婚 离婚后 关菊英离开了香港 跟随家人移民去了美国 而这一去就是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里 关菊英彻底离开了娱乐圈 没有出现 直到2003年 关菊英接到好友的邀请 从美国回来 再次回来的关菊英留在了香港 继续自己的事业 一心铺在事业上的关菊英 很快就再度翻红 2006年 关菊英凭借着《唐星风暴》里面的反派 拿下了万千星辉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 一时间风光无限 而关菊英除了事业再度翻红外 还开启了自己的同性恋情 2007年 关菊英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亿万富豪的女儿周维力 周维力的来历不小 她是已故公仔面大王周文轩的侄女 因为周维力悉心和对她好 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 关菊英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和周维力的这段同性恋情 对此她谈言 既然拍到了就没有什么不认的 其实我不在乎性别 只要对我够好就好 当时她公开出柜的新闻 收到了媒体大众热烈的反响 一时间 许多喜爱她的观众都接受不了这个消息 也并不被外界看好 虽然一开始这段恋情遭遇了反对 但是在看到两人相爱其甜蜜后 无论是观众还是粉丝也慢慢地接受了下来 而且到了关菊英这样的年纪 早就活得明明白白了 所以不需要遮掩 而两人相恋了几年后 外界也是传出了他们国外结婚的消息 对于这则消息 关菊英进行了否认 说两人的关系不需要一则婚纸来维持 随后关菊英便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一直到2021年 一向身躯剪出行踪神秘的关菊英 终于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因为关菊英不开设社交平台 又不参加聚会 外界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也是等到TVB金牌监制梅小青 协丈夫举办了一场唐星风暴的老友聚会 关菊英才罕见协密友周伟丽先生 关菊英精神奕奕地现身 除了例证身体别来无恙之外 同时也证实了她与密友周伟丽的感情依旧 可以说一次露脸就澄清了健康感情的问题 关菊英上一次的活跃期在2018年 《唐星风暴3》播出的前后 当时她为了《唐星风暴3》再度出山拍戏 拍摄结束后 她还很大方地出席相关的宣传活动 配合宣传 之后保持较为密集的活跃期 四处登台 不过自2019年上半年开始 她突然被媒体拍到 频频出入医院 身体健康状况令人起疑 对此她曾经解释 出入医院只是做例行的身体检查 并无大碍 不过与此同时 她也推掉了很多的工作 之后的行踪就变得低调神秘起来 哪怕是2019年12月 她的前夫李小田病逝 关居英都没有现身悼念 实在是很难不令人多想 而外界之所以会为关居英的感情担心 是因为在2019年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与周伟利一同现身 这个很不寻常 不说公开场合 在私人场合 两人总是接班而行 秤不离驼一般 但多次被媒体拍到 都是周伟利一人独行 之后 关居英曾经在2019年底 含有主席聚会 这是她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参加聚会 而周伟利也没有同行 而在聚会中 她对于个人近况 包括感情、健康也不提及 而好友李思琪也不回应 这更是令人好奇 到底关居英是不是在人生的方方面面 都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 自2019年那次聚会后 关居英就再也没有怒练 直到近日 TVB金牌监制梅小金举办了一场专属聚会 关居英才含有怒练 之所以形容这是一场专属聚会 因为聚会的成员主要都是来自唐星风暴 有李思琪、夏宇、阮兆祥 以及梅小青夫妇 梅小青的妹妹 再见到关居英 不觉得她精神健康有什么问题 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头清爽的短发 当天她身着了眉红色的外套 在一群人中显得格外抢眼 看起来就是精神异异且笑容灿烂 与2019年底那一次的露脸 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而关于她的感情问题 同行密友周伟丽的同行 就很好地说明了一切 周伟丽时时刻刻地围绕在冠军英的身旁 笑容举止都一样 显得默契十足 像个守护天使一般 从而更能证实两人的感情如初 相爱相守 且相信大家都已经对两人的关系心照不宣 所以也不会觉得尴尬 不管怎样 还是很敬佩关居英的敢爱敢恨 大大咧咧的性格 也希望她和周伟丽能够继续幸福地走下去 从当红玉女歌手到人气湿奶 关居英做过苦练渣男的痴情女 也做过甩渣男开始新生活的自立女性 57岁还能和同性恋人坦坦荡荡谈恋爱 真把生活演出了TVB经典对白的味道 做人哪 最重要是开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